三 崇敏 这办公室我以前来的时候 只是觉得很气派 这结合不问咱一看啊 觉得哪儿哪儿都挺温馨的 鲍蕾 你说这什么话呢 只要那办公啊 在哪儿不都一样吗 这当然不一样了 他们说让我去那个业务部 那业务部那么多人 跟这儿能一样 鲍蕾 我问你啊 那董事长给你安排业务经理的位置 你干嘛推的呢 崇敏 我可不希望 别人说我是因为关系 因为面子才进到这个公司的 我得凭我的能力 争得一席之地 我得让董事长 看到和肯定我的能力 哎呀 你也认为我 我没话说 哎 如果你的能力确实比我强的话呢 我这个位置 让给你 老公 完了 你呀 那 啥啥啥啥啥的 把这个位置给我坐稳了 啊 你也太不了解你媳妇了 我告诉你 我这个人呢 一定得凭我自己的实力 而且我的想法是 坐在这个位置上 我要跟你面对面的办公 老连 别动人家东西 你随便看了吗 别乱动我的东西 小康 怎么 喜欢坐我的位子 没问题 等我收拾一下东西 我马上可以走了 但是我没收拾之前 请你不要乱动我的东西 这样很没平安 小康 这宝莲没这个意思 她只不过 这位只不过 不就让人坐的吗 我坐一下又怎么了 我就不明白了 一个副总的权位 怎么就那么大呀 哎呀 你还别说 我的权位 还真没你老公高 你的权位没有老公大 那我更可以做了 再说了 你用得着对我这种态度吗 我老公 还是你哥哥呢 那是我爸承认的 我从来就没有承认过 小康 别再说 我就奇怪了 你跟我嫂子是同学 你确认我嫂子怎么做 再看看你怎么做 你居然说我像个母老虎 我真的不知道 你对我们家崇敏 到底有什么意见 我们结婚的时候 你没有来 怎么 崇敏找老婆 需要你的同意 你的认可吗 哎呀 好了好了啊 小康啊 我有跟你们争吗 我有跟你们争吗 我只想告诉你 在这公司里面 能做主的只有一个人 那就是我爸 董事长 要不这样吧 等咱们回去啊 跟我爸说一声 把我的位置浪出来 给你们夫妻俩 到时候你们夫妻俩 在这办公室里面 爱干嘛干嘛 那小康 你说话怎么这么刻薄呢 能不能别这么伤人呢 我才懒得伤你们呢 我告诉你啊 你在这个办公室里面上班 我已经很烦了 现在好了 连你老婆也喜欢做我的位置 好啊 没问题 等我回去跟我爸说 如果他让我走 我马上回来 小康啊 好啊 既然你都这么说了 那我们就得好好聊一聊 我倒要看看 到底是你有能力 还是我有能力 还是我有能力